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键 开机默认左右跟随模式 PF 单击M键 进入全锁定模式 L 再次单击进入左右跟随模式 PF 双击M键 进入第一视角模式 POV 再次双击进入三维梦境模式 V 单击返回左右跟随模式 三维M键 进入封梗模式 GO 单击返回左右跟随模式 长按M键 Green RS 进入待机状态 显示屏出现月亮图标 再次长按M键 退出待机状态 显示屏出现工作模式图标 电源键 录像键 长按三秒即可启动或关闭Green RS 连接对应相机控制线后 单击开始或停止录像 LV键 在使用如5D4或者D850次类单反相机时 连接好相机控制线后 单击控制进入或退出实时预览模式 左右选择键 在连接好相机控制线后 主界面时 左键切换到上一控制项目 右键切换到下一控制项目 在菜单界面时 左键单击返回上一级 右键单击确认选择内容 波轮 在连接好相机控制线后 主界面时 滚动波轮调整相机参数 在菜单界面时 滚动波轮为上下选择功能 拍照键 在连接好相机控制线后 办案激活相机自动对焦 在相机拍照模式下 完全按下拍摄照片 菜单键 单击进入或退出菜单选项 跟胶滚轮 在安装好领甲跟胶器之后 并在滚轮设置中选择好对应的控制模式 滚轮可以控制电子跟胶或者领甲跟胶器转动 搬机键 单击或按住进入全跟随模式 再次单击或释放返回上一个模式 可在菜单中选择操作模式 双击使电机回到当前模式初始点 三机使航向轴电机旋转180度 当前模式不变 显示器界面说明 相机参数不可调界面 此时只显示Queen2S工作模式 不可调节相机参数 如你已连接了相机控制线 请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相机控制线 或在菜单中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相机厂商 相机参数可调界面 此时界面显示可调参内容 可用Queen2S调节相机参数 云和2S工作模式显示在右上角 索尼相机连接控制键 索尼相机连接好后 只显示Queen2S的工作模式 三轴锁定提示界面 当出现此界面时 说明Queen2S的一个或多个轴臂出现了锁定状况 我们需要检查三个轴锁是否都解锁 或者有外力导致电力无法工作的情况 检查完成后 长按M键恢复Queen2S工作状态 待机状态界面 当出现此界面时 说明Queen2S进入到了待机状态 长按M键即可退出或进入待机状态 提示激活界面 当出现此界面时 说明Queen2S需要激活使用 今天的Queen2S按键介绍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